好,AI股這個禮拜上衝下襲 大漲大跌的震盪盤 這個操作策略到底該怎麼抓 今天電子的成交比重重回了六成了 AI股也是重返榮耀了嗎? 這一個當然 我們前天在講的時候 就是說指數怎麼樣 如果守住2萬的話 就是屬於非常強 但是昨天也有稍微跌破 但是我們也說守住5日線 還是屬於強勢的格局 就今天馬上又跳風上來了 所以昨天 今天早上我們到辦公室 跟同事在聊天 就說 昨天夜盤好像先殺了170點 然後再倒漲了 倒漲了150點這樣 一來一回差300多點吧 好像是這樣 真的是有點兇慘 比如說這個盤勢 到了這個階段 說真的少一點margin 少一點保證金 昨天就被margin code 就被掃出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 客觀講 到了這個 這個時間點 這個狀態的時候 其實你說震盪大 這是難免 因為畢竟你說 股價來到相對的高漲的位階 所以整個波動 本來就會比較大 這也是很正常的 OK 但是這個地方 我們回到我們講的 就2萬點是守住了 然後今天 今天是往上挑戰 要挑戰月線的位置 那月線又是另外一重關卡 目前月線是2024左右 那今天早上的高點 又來到2026 說真的就差一點點了 那這個地方當然要注意的點 未來幾天 那個月線 月線會繼續往上扣 因為現在月線的 扣底的位置在3月28號 所以接下來 月線會往高檔 所以月線開始會變成一個重要的反壓 但是坦白說 以上面的位置來看的話 其實說真的天數並不是太多 所以壓力並不是太大 所以如果這個我們要做一個結論的話 我會這樣講 如果未來幾天 就下禮拜 真的不小心又站回到月線之上的話 那有沒有可能真的來一個急功 這個我說真的有點不排除 不排除 因為如果單看我們講加權指數的角度的話 你坦白說會有這個機會 但是當然如果月線守不住的話 那你當然回撤的機率 就會大幅增加嘛 這個地方就是下禮拜的觀察重點 一個分析點 那當然這個地方另外的考慮點 就是說那個美股的部分 因為美股就目前的位階來看的話 其實都是已經比較明顯的形成一個震盪的格局 所以美股並不能強勢進攻的情況底下 台股有可能獨自進攻嗎 這個地方當然很多人的論點會說 美股這樣子 台股也不太可能一路衝 但是客觀講 如果我們以美股的指數位階的角度來看的話 費半大概這一波是回撤到半年線 那斯達克也是到半年線 然後SMP稍微強一點 然後包含道瓊也稍微 也差不多在半年線附近了 但是加訓指數回撤到哪裡 回撤到季線而已 所以客觀來講 台股其實真的是相對位置來講是強於美股的 所以客觀講 不排除真的台股去做一個領長的動作 因為你這一波如果是AI革命的話 台股還是在風口浪尖嘛 所以這地方我覺得要稍微注意一下 當然就美國個股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回答 前面幾天是一根長黑有灌破季線 但經過幾天的震盪之後 昨天又再度站回到季線之上 現在上面大概850以上 大概有一個比較大的頭部位置 能不能夠收復 又再度站回850以上 這個也是未來幾天觀察的重點 另外包含那個Supermicron 就是美超微 它在之前就是4月19號的時候 有一個大抵20幾%嗎 23% 但是看起來這邊好像也有點 逐步要指紋的格局 所以就注意大概也是大概880附近 以上的位置大概也是一個比較明顯的頭部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要觀察美國個股的話 那幾個位置大概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如果他們真的能夠轉強的話 或者是說台股能夠站上月線的話 那我覺得未來的行情恐怕 可能會超乎大家想像 所以我昨天還是前天 前天開始我就講 真的是急拉的話 真的也不意外 但是如果拉回的話 其實我建議也是不要害怕 都是不管怎樣 基本上你手上還是要有部位 客觀講是這樣 然後再從貴買指數的角度 貴買之前也破底 大家說哇你看撒到半年線啦 季線都跌破啦 今天也是往上再回頭去挑戰季線 但是目前是還沒有站上季線 季線目前是246.89的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 它跟那個價錢指數一樣 價錢挑戰月線 貴買挑戰季線 那這個位置如果貴買能夠站回到季線的話 那就是回到之前我們講的一個整理的格局裡面 所以這個就目前的那個指數的角度 我覺得這些可以注意一下 然後另外呢包含像電子指數 這幾天確實也是守住了季線之上 然後今天特別強勢的是那個航運也 航運指數 那航運這一塊呢 其實昨天我們在看籌碼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那個陽明的籌碼還蠻強勢的 就今天就開盤沒多久 就忽然來個吉拉嘛 但是我想影響比較大的可能會是落在航運 就是那個航空的部分 像2618的超龍航 前天大漲昨天休息 今天又繼續大漲 目前漲了5%多 那包含26110的那個華航 今天也是大漲了3.92% 那甚至包含虎航啊 虎航也大漲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你說在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大陸的這一塊旅遊 就是兩邊互相開放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激勵的效果 看起來確實是有 但是你看今天的那個旅遊族群 反而相對的是比較疲弱 但是客觀來講 開放陸客你說對於旅行社來講 本來就不太會賺錢 因為旅行社 說真的這個大陸的業務 本來就不太會賺錢 所以真的要注意這一組的話 我覺得倒是可以回頭去看一下 是不是說內需餐飲的部分 甚至是飯店的部分 所以昨天那個籌碼蠻強的 還有包含誰 包含中環 2323的中環 就今天真的也沒想到 然後他就忽然 來了一個漲停板 那當然傳出來的原因是什麼 中環大家戲稱 他是那個什麼台灣播客廈對不對 他就很多投資這樣 所以聽說他投資了很多飯店的個股 所以他也拉到漲停板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蠻有趣的一些話題 因為以中環的角度來講 其實從技術面 昨天看到走馬強勢今天順勢的突破 創高然後拉出去 其實就技術面來講 確實也是蠻合理的一個表現 但是這個地方我覺得當然就是 周末大家可以輕鬆一下 然後再來 我們另外可以注意到一些主要的族群 在那個像3443 在AP族群裡面 創意這邊真的就是一馬當仙 也是拉到漲停板的位置 那其實前面幾天 應該從前天開始 我們好像在連線就有講 我們是說這邊 那個五日線翻揚 然後站回到五日線之上 未來幾天如果守住五日線 應該就有機會再往上進攻 想不到昨天持續守住 就今天就送你一根漲停板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絕地反攻 因為真的已經來到絕地了 那包含像3661的四星KY 這幾天我們也持續有關注 包含前天它也是站回到五日線之上 昨天雖然跌破 但是今天又跳空又站回 然後也跟那個創意一樣 拉了一根漲停板 那裡面包含像3035的致遠 它在族群裡面是相對比較疲弱的 那五日線今天也站回 但是目前五日線還是一個下彎的局面 但是可以注意到 以今天的K線組合來看的話 有一點低檔吞噬線的格局 那包含今天是一個大量紅K 所以這一個低點如果守住的話 其實那個致遠有沒有機會反攻 我覺得也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講到致遠的話 最近大家都是 都是把目光放到那個系統身上 因為那個叫什麼同集團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那個怎麼講 是不是被吸引到注意力 我覺得這個也許可以回頭再來思考一下 我覺得致遠這一個角度 相對低檔跟那個系統相對高檔 其實狀況有點不太一樣 那另外包含像M31 今天也是站回到五日線 但是他們大概都還是 五日線還是向下的格局 未來幾天都可以持續關注 有沒有機會受到 受到那個 那叫誰 創意跟四星KY的帶動 這部分大概是這樣 然後在AI的部分 我們再看一下 包含像廣達 前天一個掌停板嘛對不對 然後昨天在整個那個掌停板的那個 那個那種範圍之內 那個K線的範圍之內 做一個震盪 今天又再度開高 開高稍微回測一下掌停板附近的價位 那這邊如果守住的話 其實有沒有機會再繼續上攻 那當然它的位置也是 目前是靠近在月線附近 所以這一組看起來 可能也有 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月線能不能夠站上 因為他們是屬於大型股 那如果站上的話 對於指數 當然也是有一定的幫助 那今天還有 當然前置股這邊我們還沒講到 那如果以台積電 台積電的角度 今天又站回到月線附近 那這邊能不能夠持穩 這也是一個觀察重點 那另外包含像2317的紅海 前天一根紅K 然後昨天拉回整理 今天能不能夠站穩 那個前一天的紅K156之上 如果能站穩的話 其實我們就說 昨天其實拉回是守住月線 那有機會在挑戰之前的高點 161.5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就一些全資股的角度 就一些資金輪動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倒是台股有沒有機會再續衝 我覺得倒是有這個機會 那在我們講話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發覺像銀劍股忽然也動起來了 當然早盤其實就蠻強的 像5508 永興劍早上就蠻強的 但是剛剛又再來一波拉台 包含長紅 忽然大拉 忽然來個急拉 又準備再創新高 前波高點是133的位置 甚至包含像華谷 剛剛也是急拉 原本早盤都在平盤附近 就今天又忽然拉了起來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 看起來整個資金包含國劍 現在2501的國劍 現在拉到漲停板的價位 所以我們從早盤 其實主要的強勢股都是在電子族群 然後銀劍類股反而相對比較 比較怎麼講 比較清淡一點 但是你看早盤 一些強勢的個股 包含像什麼奇紅雙紅等等的 好像有一些資金退燒之後 資金又回流到這些內需的族群 所以看起來在整個市場上 還是有一個資金盤面上的一個輪動 這些屬於良性的輪動 我覺得看起來問題都不大 所以原則上我們還是以偏多思考 來做一個那個目前的盤勢的應對 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我們看到由於台積電的翻牌 在北美的技術論壇 他是點名了CPO矽光子 2026年將要整合 西光子現在一棒接著一棒就往上拉 這兩天這個西光子的轉牆 是不是代表這個族群又要起風了 我們能視為是一種新波段的訊號嗎 這個其實我會比較保守一點 因為譬如說在這個題材裡面 像之前比較紅的像什麼前頂 前頂當然昨天這幾天也稍微有點起來了 但是目前上面都還是有季線的壓力 那當然市場上大家比較關注的是 3363的上全 昨天是有個漲停板的位置 那這邊確實也有一點 低檔有一點那個WD的一個跡象 然後確實越季線也是翻揚 那這一波拉回到季線也是守住的 但是要注意到接下來就會面臨到大概三月份 三月前後的那一段 有一個整理區的位置 所以今天來到這個位置 其實看起來好像就稍微有點沒力 那你這個地方也算是有點高漲爆量 所以看得出來是什麼 就是當股價在拉伸的過程 你遇到壓力區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還是會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怎麼講 有一點點保守 或者說沒力沒力上去那我乾脆解套賣掉好了 有一點這樣的意味 但是其中你說包含像光環 倒是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因為昨天漲停板 昨天漲停的價位就快要突破前波的整理區 那今天跳空開高之後稍微震一下 馬上又再跟漲停 這個就是比較明確的 就是整個突破整理平台 跟那個上全比較起來 就是前面還有整理區 這個位階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要注意的話 那就是注意光環 如果光環後續能夠持續維持強勢的話 那上全也能夠突破 上面的位置 我們大概抓一個價位 大概128附近的127附近的位置 如果它能順利站上這個價位的話 那你說有沒有機會贏來下一波 那我覺得就會有 那當然你說剛剛的像前頂等等的 它前面就比較大的整理區 那你說整個操作起來 它可能就會相對的比較 比較比較弱勢一點 這個地方我就提醒大家自己注意 然後另外呢 從這個 那個那叫什麼 從那個那個那個 這個題材我們再延伸過來 剛剛我們那個延伸到那個AI的供應鏈 然後這個地方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注意一下 像早盤 那個齊鴻早上也非常強勢嘛 那甚至包含像那個雙鴻 早上還來到漲停的價位 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其實那AI的供應鏈裡面 散熱我覺得還是一個市場上 大家非常關注的一個類股 一個類股一個租區 那這邊雙鴻確實也是維持強勢 之前一波跌破月線 然後前天收復之後 今天又再供到漲停 但是這就要注意了 之前有一個高點 然後873的位置 那這個地方 今天的位階是突破了前一個高點 4月18號的823 但是你說上面還有一個873的位置 那如果這裡上不去的話 那這個地方可能也要小心 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強勢 會不會稍微再拉一波 但是高不過高 但是以齊鴻的角度 齊鴻這邊也是 前面有一個692的位置 今天高點來到679 雖然近期我們也看到很多的法人的報告 都是持續看好齊鴻 就散熱的這一塊 但是這個操作上面 短線就要注意 當然盤勢如果非常強 你說他們順勢突破692 順勢突破前高拉出去 這倒是OK 如果盤勢相對沒這麼強 那他們可能在前高點附近 也許過高拉回的時候 那大家就要適時的做一個調節 這個是我覺得操作上面要提醒大家的 那當然在那個6230的尼德克超總 其實昨天當然是漲停的價位 昨天有稍微有點震盪 但是今天馬上開上去又是一字 一字所使啊 所以看起來 這一組其實還是可以注意 那另外齁 最近漲停很多的像那個 2359的索羅門 也是市場很關注的 今天其實算是也是突破一個前波的高點 但是早上要踩上漲停板的位置 19119.5其實上不去 剛好來到119 差一個Tick沒有漲停板 結果盤中就開始有一個比較大量 比較大力的下殺 那這個目前的位階 我覺得第一個要注意 昨天的收盤價109的位置 今天盤中是有跌破啊 那收盤能不能夠守在109之上 這是一個觀察的重點 因為現在它的量能 來到了那個5萬多張嘛 所以看起來 當然估計量是來到6萬4千多張 那看起來是有一點 有一點高檔爆量的意味 那5萬多張對於它 股本是17.15億的話 其實好像稍微有點多 稍微有點多 因為它那個10%就是1.7萬張嘛 這樣就340%了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就要注意一下 它有沒有可能 因為前面畢竟是真的長多了 在這邊遇到這種狀況 就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要小心一點 那另外其他的部分 你說AI的相關供應鏈 包含像早上 在那個叫什麼 伺服器的族群 好像也表現不錯 像8210的清晨 早上也非常強 但是到現在是稍微有一點拉回的狀況 所以在操作上面 我們還是會覺得 現在的盤勢啊 就是早上好像 真的大家都非常強 但是到了後期 好像大家就開始有一點點分歧的角度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注意的 就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那個 個股的走勢 是維持一個強勁的格局 然後從中間再去篩選 意思有點像什麼 就潮水退了 我們就知道誰在裸泳嘛 概念上是這樣 所以這一波 整個在調整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 從中間再去找尋一些不錯的標的 那當然過去我們持續追蹤了 像6139的亞翔 像亞翔今天我們就出場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像前一點 4月12號那個低點 281的位置 因為這幾天 很多同學都要問我說 哇他也買了他也買了 就開始讓我有點害怕 對不對 那281的位置剛好也是守住月線 然後昨天是跌破月線 今天稍微開低嘛 那跌破281我覺得好像不太妙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可能早上上面就是有一點 差不多就高漲差不多要回頭了 所以適時的做一個調節 那現在又持續下沙嘛 但是相對應的我們老朋友 623的旺系 目前又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機會再創新高 因為他前波高點是418.5 那今天的漲停價位是419 所以419的位置 如果有沒有可能漲停創新高 這我覺得可以就注意一下 那另外包含一些老朋友 像6585的頂級 今天表現也不錯 也不錯 那前一波剛好又回測到季線的位置 今天看起來又守住 然後今天又再繼續拉 所以確實你看在前面一波 大盤在不好 大盤在修正的時候 個股會不會修正 一定會 是絕對會跟著修正 但是修正完之後 我們會發覺有一些的股票 好像就回到重要的價位 就守住了 那守住了之後 那我們是不是就 從中間就會覺得說 其實相對於大盤 相對於其他的個股 它是一個比較強勢的格局 所以近期的選股 我覺得大家可以運用這個 就是相對強勢的概念 來做一個選股的篩選 這個部分是一個選股的技巧 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一點點時間再請教展哥 我們回到IPC制裁來看 因為今天看起來好像有出現谷底翻 有哪些適合抄底 哪些適合微笑曲線做加碼的 因為大家最近其實都在關注系統 但是同樣有一個聯電爸爸的支援 好像就比較煩人問津 但是今天一根紅棒吃掉了黑K棒 如果強短會有肉嗎 這個我會這樣建議 因為其實當然我們剛講到K線組合 它是有一點低檔吞噬線的格局 然後加上今天也是大量 而且今天的量是吃過昨天的黑K的量 所以說這個地方如果K線組合來看的話 有沒有可能是底部 這確實有可能 所以一般操作通常是一個狀況 如果是我的話 我大概就設定277.5 就今天的低點 也許稍微往下抓一點點空間 去把它當做停順的設定 但是你說這裡我們會就趕快 就立刻拆底嗎 到底不會 其實如果是我 我可能就會兩階段 就是如果想要買的話 這邊我覺得是一個可以考慮進場的位置 但是也許你不要買足 也就是買個二分之一 未來幾天 如果下來它的五日線翻揚 五日線翻揚 然後股價也守穩在五日線之上的話 再做一個順勢加碼的動作 如果是我策略上我會這樣做 因為畢竟有時候就是 就我們常講 刀子從天上掉下來 你不要手就先伸出去接 你讓它在地上彈個兩下 然後你就再從容不迫的去把它撿回來 對不對 概念上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運用在資源這裡 也可以用同樣的招數 因為畢竟你說創意啊 世新啊 這些個股確實是有一點 真的就是有一點底部要直穩的味道 所以你說這個實驗點去找一些落後補漲的 像資源啊等等的 可以用這樣的技巧去做一個操作 這個大概是我會給大家的建議